今天咱们来聊聊怎么在七年内赚够人生的第一个一千万 说白了就是你用七年的时间打造一台自动印钞机 搞定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就是说钱为你打购 你不用再为钱而卖命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每个月的利息根本就花不完 到那个时候你的生活你做主 不爽我就炒老板的鱿鱼 我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总之财务自由就是自由生活的基础保障 那具体多少才算是财务自由呢 其实人各有志 有的说三百万 有的说一千万 甚至说三千万的等等 但是共同电视这其实并不 不过看完今天这期视频 你就会发现只要你路子对 方法好 七年赚到一千万非常简单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其实七年和一千万只是参考 关键在于财富观念和理财的技巧 不管是目标百万还是千万 理财的原则和自由之路是相同的 接下来呢咱们就看看 对于钱而言 普通人和有钱人的看法 到底有什么不同 搞清楚了这个 咱们在一步步的迈向七年千万的财务自由之路 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呢 跟那些已经自由了的大佬相比 到底差哪了呢 有人可能会说 哎呀 差钱呗 这也没错 不过这只是表面 本质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 普通人其实对钱呢 没有什么具体概念 但有钱人的心理 门清 就像王健林说的 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比方说我先挣他一个一 我也请你想想 你的小目标是啥 打算几年内挣多少钱 想要有钱呢 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呢 心里你得有个数 具体是多少 然后别光着心里想 要写下来 写下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最后你得把这个数变成画面 你计划七年赚一千万 那你闭上眼睛 想想七年后你是啥样的 你是开着豪车呀 住着豪宅呀 钱包鼓鼓 房子多多 车是啥样的 啥颜色的 什么品牌 开起来什么感觉 都往戏了想 越生动越好 就像梦在给你指路 带着你往那奔 所以现在你就得琢磨琢磨 你对钱到底是咋想的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人和人的不同 特别是在 钱和赚钱的目标上 真的挺明显的 普通人吧 对于有钱这件事 心理上其实没有那么坚定 目标变来变去 比如说你今天想着 五年赚一百万 晚上琢磨着 哎呀怎么挣 可是一觉醒来呢 或者是遇到点难题呢 这个念头就飞了 想着哎呀算了 钱嘛 够用就好 生活过得去 开心最重要 但是有钱人就不一样 他们觉得有钱 是必须的 没有退路的那种 因为穷的滋味 真的不好受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我没钱呢 所以定了赚钱的目标 那就铁了心的 要干到底 不要干比较大的 那怎么设定财富目标呢 作者说了 得定大的 大的比小的更容易实现 你想啊 小目标 你遇到难处 满眼都是问题 心里就犯嘀咕 害怕了 哎呀想换个 新的目标躲一躲 问题一来 又换个新的 这么一来二去的 你说早忘了出新 是啥了 所以啊 得定个大目标 遇到问题 也能一眼就看到他 心里就有谱了 哎 知道这个劲啊 究竟往哪使 普通人和有钱人的差别啊 其实就是赚钱的那股劲 不够 普通人碍着借口 老是盯着自己不行的地方 不够全力以赴 他们老是问为啥 而不去问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办 来问你两个问题啊 第一 你拼尽全力 一年能挣多少钱 你是怎么算的 第二 你有没有想过 把你赚的最多的 那个月的工资 乘以12 然后再给每个月 涨个10% 其实你听着挺高 是吧 但也不是不可能 你敢不敢试试 接下来的一年里 你使出110%的劲 然后你看看 结果是什么样的 那说到底啊 普通人和有钱人的差别啊 关键是怎么看待钱 这个东西 心里总有点小舅舅 哎 自己还不认账 嘴上说啊 不要钱 不要钱 可是行动却出卖了你 我心中没有鹅腿 吃了也无法 你心里想吃 嘴上却说不吃 就差那么一点点 要是心里觉得钱呢 不是个好东西 那你说 怎么才能富起来 比如说老张吧 他明面上觉得钱挺好 但私下里大家都懂 他对钱呢 其实挺消极的 觉得钱能把人变坏 老张自己呢 又特别讲究人品 哎 有钱就花光 从不存钱 你说这样 他咋能富起来呢 这些话吧 挺常见的 说钱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觉得有钱人 就是钻到钱眼里边了 得坏透了 才能发财 又说有钱烦恼多 得牺牲健康 没时间陪家人 还有那句话 就是男人有钱了 就变坏 女人变坏了 就有钱 这些想法啊 仔细琢磨琢磨 真的靠谱吗 你胡扯 关键呢 不在对错 而是在于 这些想法 是帮你发财 还是阻止你发财 那有个方法 半个小时 就能改变你的观念 想想 你对钱的看法 是谁告诉你的 那个人自己 他本身有钱吗 如果要跟你交换身份 你愿不愿意呢 想象一张桌子 桌面上 是旧的金钱观念 钱让人变坏 左腿是支撑 这个观念的例子 依照四个例子 来支撑它 好 那现在 换上新的观念 钱能做好事 看你怎么用 再找好的例子 比如比尔盖茨捐钱 明星企业 帮助灾区 希望小学等等 那这些法子 都是能够帮你 换掉所有消息的想法 改变你的金钱观 那变了金钱观 就是新人生的开始 你的人生刚开始 说到底呀 这就是穷富差距的根了 想变富 首先你得明确定义财富 定长远的目标 找自身的优势 拼尽全力 最关键的是 认清自己对钱的真实想法 扔掉消极的 换上积极的新观念 那搞明白了 没致富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就直奔主题 第二部分的干货 它就来了 咋样在七年里 实现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嘛 简单的说就是 钱生钱 利息够你花 不用上班 就像是有台印钞机 躺着你就能数钱 至于要多少利息 多少年自由 那得看你平时花多少 我一分钱都没花 作者说了 七年财务自由 你得三步走 加四招 这三步分别是 先保障 再安全 最后才是自由 财务保障 就是手头得有点钱 能顶上你半年 到一年的花销 万一你病了 失业了 这个钱能救急 让你不晃不忙的 去找新工作 比方说你每个月花 三千块钱 想歇半年 那就得存一万八 这个钱你得存好 不能乱花 也别投资 可以放银行里边 或者是放到 预额宝里边 那种随取随用的地方 有着财务保障 咱们就能够 跟财务安全去了 财务安全呢 就是钱存够了 利息就够你花 比方说年利率为百分之八 你每个月花三千块钱 就用三千块钱 乘以一百五 那就得存四十五万 利息就够你用了 想要财务自由 你可能说 哎呀那每个月三千块钱不够啊 那你就得算算 你的梦想生活得花多少钱 分摊到每个月 然后再乘一百五 就是你想要攒的钱 比如说你一个月花一万 用一万块钱乘以一百五 那就是一百五十万 但是有一点你得记住 这个钱是能给你下蛋的金额 只要地球不毁灭 你就别动这个钱 那要在七年内实现财务自由啊 具体怎么做呢 有四招 分别是第一 按一定的比例储蓄金钱 第二 用这笔储蓄资金呢 进行投资 第三 想办法提高收入 第四 从每次增加的收入当中啊 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钱 进行储蓄 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 哎 这不就是存钱投资 多赚少花 然后再存钱再投资吗 对 说穿了就是非常容易 非常简单的方法 但是做起来 里边有好多道道 和你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下面我们看看 第一张 存一定比例的钱 现在都说 钱是赚出来的 不是攒出来的 广告满天飞 教人怎么花钱 但是作者说 变得有钱 靠的不是挣的多 而是存的多 你像那些月光族啊 卡奴啊 挣的再多都花光了 怎么能自由呢 收入你涨了 花的也多了 到头来还是打工仔 你久而久之 自己依然是一台赚钱机器 而无法拥有一台赚钱机器 那作者刚刚工作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喜欢享受的人 刷信用卡 过贵族生活 结果成了卡奴 欠了一屁股债 后来呢 遇到高人指点 说要存一半的手 作者心想 你可拉倒吧 就这点钱 你说哪够花呀 它咋存呢 但是为了翻身呢 它真的开始存了 一半的工资 直接存起来 每天只花五块钱 为了节省呢 它开了八个月 没有门把手的车 因为换个新的 要上百块钱 超预算了 你别说八个月之后 债还还清了 还有了存款 它的投资之路 就这么开始了 储蓄嘛 其实就是最基础 最简单的理财招数 就连全球投资之父 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 约翰·邓普顿 和股神巴菲特 都是超埃存储的 邓普顿年轻的时候呢 不管挣多少钱 都存下了一半 巴菲特小的时候 卖报纸 赚的钱都存着 很少乱花 因为他更关心 自己在未来的财富 巴菲特说呀 变富的秘诀 其实很简单 就是储蓄 投资 继续储蓄 继续投资 然后无限循环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得聊聊第二招 投资 光存钱 不能够很快的变得有钱 咱们的目标是财务自由 钱呢 得活起来 投资钱 你得搞明白 钱是往你兜里跑 还是往兜外跑 往兜里跑的 叫投资 往外跑的 叫债务 你像高利贷呀 裸贷呀 这些明显就是债务 你像汽车呀 按揭住房啊 这看着像是资产 但其实呢 也算是债务 因为汽车你一买就贬值 还得加油 还得保养它 房子呢 是给银行赚利息的 房贷还没还完的时候 房子其实是银行的 但你别误会 买房是能提高生活品质的 关键你要看实际 最好是用投资的钱去买房 手头上如果宽裕的时候 投资点不动产 也是可以的 总之投资千万别犯迷糊 分清楚钱 是进 还是出 第三招呢 就是增加收入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路子很多 只要你肯动脑思考 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 自己的赚钱方法 那作者就说呢 先找你的特长和爱好 定个目标 三年后成为某一行的行家 咋做呢 想象三年后 你牛气冲天 写个广告 夸夸自己 想象你能给客户提供啥 这能够帮你看清楚自己的优势 那写着写着兴许 你就会发现 自己到底爱不爱这一行 如果不爱好 那就早点换 另外呢 多找别的赚钱路子 慢慢的把精力放到赚钱又多 又省时间的活上 那些又累赚钱又少的活呀 就少干点吧 那钱赚多了怎么办呢 第四招 按比例存起来 如果你没啥大欲望的话 除了奖励点自己小钱 剩下的都存上 就当没这回事 然后呢 用这个钱去投资 那懂点门道的就赶紧投 因为复利呀 是特别给力的 复利这个东西呢 靠的就是时间和利润 比方说年利率为12% 30岁开始 每个月存200块 到65岁 你就是百万富翁了 要是你拖到55岁才开始呢 65岁就想拥有百万 那你每个月得存5000块钱 所以找投找自由 想财务自由 投资得一半一半 一半稳定 一半拼点 多学习多试水 找牛人取经验 金额大 但就多 投资钱多了 自由就快了 说不定7年都用不了 你就自由了 最后我们来捋一捋重点 为啥咱还没发财 主要是和有钱人的想法 态度 努力的劲都不一样 还老是找借口 想7年翻身 得先算好账 知道自己多少银子才够花 够安全 够自由 然后按照四条路走 存点钱 拿存的钱去投资 拼命涨工资 成为专家 再存 再投 简单的说 就是巴菲特那套 存投循环 7年后 咱们就能够躺着赚钱 财务自由 活出尊严 不为钱筹 钱 听咱的使唤 先说 信息吧